65岁的戴安罗伯茲在英国的政府机构工作长达30多年 50多岁之后回到了故乡澳洲 管理学术的背景 加上过去在卫生社会关怀部门担任主任的专业经历 罗伯茲返乡求职理应会加分不少 但是这7年来 他始终无法找到适合专长以及适合工时的工作 罗伯茲发现中高龄就业人口的体力 越来越无法适应长工时的工作形态 但是澳洲的就业市场 还是倾向年轻化的劳动结构 罗伯茲曾在一周之内递出了15封履历 最终都石沉大海 在澳洲人力工作网SIC 输入年龄条件和工作需求 结果显示正值的工作多达两百六十笔 而兼职工只有三笔 像他这样拥有经验和专长的人力 等于百百被浪费 澳洲人权委员会在2021年调查发现 多达百分之六十三的受访者 在过去五年有过年龄被歧视的经验 包括求职和贷款 其中四十到六十一岁的人口 在求职时最容易因为年龄 而遭到雇主的拒绝 有趣的是六十二岁以上的人 最常在不被询问的情况下 就能得到陌生人的主动协助 即使本人并不需要 常年医治老年病患的澳洲医师凯伦 西区考课观察 澳洲社会对于老年的意识 以及老后的人生管理观念 的确有待加强 医疗科技与生活品质的提升延长了人的寿命 澳洲男线的军售来到了八十一点五岁 女性为八十五点三岁 少此话促进了高龄人口的增加 各国政府都得面对高龄社会的来临 善用中高龄族群 补足人力市场的缺口 医后劳动人口大短缺 越来越多五十岁以上的人 重新回到就业市场 根据澳洲官方统计 五十五到六十四岁的中高龄 失业人口多达十七万人 将近一半的人拥有专业技术 两成的人拥有高等学历 人力资源公司指出 这一群新生力均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专长 如果能够弹性调整工时模式 以及工时的条件 对于企业和社会 未尝不是一股新的助力 罗伯兹目前正在进修法务的相关学程 希望能为自己多开一道就业的大门 企业工作形态的调整 加上人力公司修正媒合工作的模式 中高龄就业人口的工作观念 也得与时俱进 随时吸纳新观念和新做法 让自己活到老 工作到老 公事新闻张淑芬编译